礼拜梁皇宝燦 让大众也能弃应诸佛本怀 拜燦是佛教一种修福修会的法式 我们这一生之中是否犯了过失 都应该忏悔 佛教中的燦法是依据各种经典所著作而成 目前通行的燦法有梁皇宝燦 八十八佛鸿明宝燦 慈悲三昧水燦等 梁皇宝燦 它礼拜的是千佛 那八十八佛礼拜的就是八十八佛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礼拜的佛有广有略 广的话就是比较能够适应十方众生 然后弃应诸佛的本怀 然后八十八佛就针对这八十八佛的愿力 所以两者有广辖的不同 而慈悲三昧水燦 当然燦除的可能就是 以我们个人所造作的某些的特定的业力 而这些特定的业力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哪一种业 其实不是 而是藉由当年水燦的因缘 而起了一个我们说修燦法的原因 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之为三昧水燦 但是每一种业法其实都很殊胜 梁黄宝燦为我国流传最久的燦法 我们要灭罪消灾嫉妒亡灵时 都会修此燦 梁黄宝燦可以适应十方众生 弃应诸佛本怀 慈悲三昧水燦简称为水燦 是唐代物达国师以三昧水洗窗 而消除累世冤夜 我们礼拜八十八佛红明宝燦 一方面可以忏悔业障 另一方面可以与诸佛结缘 生生世世在有佛注释的地方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屏东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